现代的步调总是充满 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在生活中穿梭 而我有时候想慢一点 想从小小的关紧窗 把生命的模样记录下来 我是千鸿 是幸福教餐馆的负责人 也开设了许多实体写真课程 在香港五年以来找到超过四千人士 空气感、立体感、自然清新、柔和、唯美 许多来上课的学生都会告诉我 他们希望自己的作品也可以给人这样的感受 的确,热视摄影的清透感 一直都是大家很喜欢的氛围 只是有时候不明发现 许多人过于专注在扣图和陶式之上 当一张照片的情线 却不是只有后期处理 热视摄影也不仅仅只是地对比 认识到只让表面的概念而已 日式演示为什么是这样呢? 日本人看什么是美的 很高兴能和Youta合作 在这堂课的时间里 我相信这堂课一定和你以往上过的摄影课有很大的不同 只不会只是一堂季考课 我也会心弱地带你了解日本美学 了解它的脉络与呈现 甚至公开那些职业摄影师 也会有不同的试调差异 从准备拍摄到好奇 摄影技巧的点点滴滴 让我慢慢跟你分享 瓦比萨比萨比 所追求的是一种直播的自美 使是张诗 直指本源 透过无爱 我们可以赋予情感到看似静默的望路上 发自内心感受与细节的连结 这种种的美感思维 将会如你的人生经历 一同慢慢累积 最后沉淀 成为你唱着时的无穷养分 就算工作了这么多年 每当进入拍照状态之前 我依旧会为了唱着而紧张 也依旧会因为做着自己喜欢又现场的事 而感到幸福 你问我为什么爱谢影 我们按下快门用不到Email 不住的瞬间却可以永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